我是一只不平凡的喵 本命年正值于范本命年的年份 运势走向利弊两极化 势必要做好人皆变化的心理准备 所谓一喜党三灾 无喜事飞来 若有计划举办人生喜事 如结婚 置业 天兵等 则有希望延续理想的运势 相反 若无一计划举办人生喜事 本命年也要做好趋吉避凶 和应对变动的准备 以免事业生活受到动荡运势影响 陷入奔波困局 本年度挑战与机遇并存 仍有机会获得耀眼成就 事业上得岁价吉星的拱照 上班族有望得到上司领导的看重 工作能力得到肯定 职权和薪资也将有所提升 对于属虎人来说 本命年范太岁运势多变化 往往福获相依 所以事业台运有生的同时 也仍要留心身边的小人是非 还有自身的健康变化 其中 纸背心寓意有小人从中做梗 属虎人形势坦荡 但缺乏人滑 今年要特别小心 小人从中做梗 在职场生活中 移抱着少说话 多做事的态度 太岁当头 无福有获 加上剑锋从之一伤 属虎人在本命年当中 要留心受金属所伤 尽量远离刀具和尖锐物品 驾车人士更要加倍留意道路安全 出门在外 凡事谨慎 以防意外频发 另外 服饰代表疾病灾祸 今年要重视起健康保养 尤其家中长者 亦出现健康问题 作为后辈也要多加关心 属虎人 2022年财运运势 属虎人 在2022年 本命年的财运一般 因流年缺少与财运有关的急拱照 财富爆发力不强 不管是政财还是偏财 提升的幅度都不大 最多能维持收支平衡 若遇到意外变故 短期内还可能经历一段 弱不付出的困境 生活拮据 备受制走 所以属虎人要做好击鼓防击的准备 政财方面 依靠公司收入还能保持稳定 但业务人员受客户流失和市场变动的影响 提成收入也会有明显缩水 对此要积极行动起来 多挖掘和招揽身边的潜在客户 不要懒散 若有辞职一项的话 今年一项高出走 若新公司开出的工资条件一般 那么建议留守原来单位更好 只要熬过一时困境 相信已属虎人的破例 并能重新把业绩提上去 经商人士今年进财能力中规中矩 营运开支较以往增加 但营业额却有每况日下的趋势 生意不景气 对此针对自身的经营方式 要适当做出调整 可以多参考对家的成功经验 多吸纳年轻人进入团队 同时调整品牌风格和营销方式 提升品牌知名度 这样更能在市场中站稳脚跟 肩财方面有财来财去的情况 建议属服人采用保守稳健的理财方式 财运积攒了一定的财富时 最好用于储蓄 今年不宜做大金额的投机买卖 一旦股市波幅不定 将会最先遭受冲击 另外 由于受到税价的影响 用在汽车方面的支出较多 不是动用巨款购入新头号 便是需要动用储备作为修用途 对此要衡量好自己的经济实力 以免影响家庭的正常开销 属虎人2022年事业运势事业方面 今年只得一颗税价吉星造福 此心寓意皇帝出巡 属虎人今年将有望得到来自权力阶层的关注 在上司和领导身边 有更多表现机会 个人能力能得到赏识和肯定 获得职权上的提升 尤其职场新人进步空间会更大 不过属虎人做事行为有时比较高调 今年锋芒毕露 无形中可能抢占了他人的机会 无意得罪他人 家之肉只被心胸心先动 是非口舌影响力量强劲 更要小心小人暗中极度使唤 还是要学会处事低调 以及谨言慎行 在职场中 若无贵人可以倚仗的话 最好专注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不要轻易地寻求靠山站队 本年度人际关系不稳 以免落下墙头草之名 影响接下来的人员口碑 属虎人本年度经商不顺 亦有破财破产风险 最好还是在职场中多积累工作经验和资金 若有跳槽转行的想法 要做好面对新环境的准备 因为本年年期间的考验只多不少 生活上和事业上都容易遭受突如其来的变化冲击 个人经历有限的情况下贸然辞职 实在不利于自身发展 还可能陷入迷茫奔波和财运不济的困境中 而且如果新公司的条件和发展权力还一般 那建议还是留守原来的岗位 一定要转换工作的话 可以推迟到下半年再来进行 属虎人 2022年感情运势在感情方面 由于全年缺乏忘音源的吉星助孕 加上本命年半太岁的牵动 属虎人在2022年的感情运势不太理想 容易被各种琐事干扰 单身者桃花凋零 已婚者感情疏离 感情生活整体都不明朗 尤其24岁或36岁的单身属虎人 今年正好处于事业冲刺及感情欲酿心 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上 无暇顾及感情 恋行容易无疾而终 部分人所遇到的桃花 大多不合心意 要么就是在相处过程中无法磨合 关系稳定性低 所以仍处于寻寻秘密的单身状态的可能性很大 建议属虎人 若无法兼顾事业和感情 最好还是先专注于事业 感情上顺其自然 若有接触异性的机会 也切勿基于全情投入 耐心培养感情 才更走得长久 对于有对象的属虎人来说 今年将会是感情变化的重要关口 恋爱多年而未婚者 今年可以考虑步入婚姻阶段 有了喜事的带动 事业生活也会呈现一派喜悦祥和 化解半太岁的不良气场 只是举办婚礼需要的开支较多 且涉及到买车买房 还有地均问题时 也容易发生意见不合 所以还是要提防陷入不结疾分的困局中 对此要提前做好沟通 这也是审视对方及对方家庭的一次契机 若双方无法统一预见 也可以提前止损 已婚人士本年度关系有所疏离 平时忙于工作 可能还会面临溺币分居的考验 尽量要多沟通交流 多点理解和支持 不要把职场上的负面情绪带到感情生活中 属虎人2022年健康密室 属虎人在2022年 还要重点关注健康方面 胸心健风和浮湿 逐意外胸灾和病痛极恶 在日常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 都要多加小心 饮食上要按时进餐 荤素营养搭配 避免暴紧暴食 肠胃较弱的人要减少食用生冷和油腻食物 有吸烟酗酒习惯的人 也要尽量戒掉 以免引发其他健康问题 作息方面要保持规律 上班族和学生等 容易受到失眠困扰 睡眠质量差 心情无端焦虑烦躁 平时要注意劳逸结合 可多接触一些正能量的人和事物 或通过运动锻炼来调节情绪 既能改善睡眠 还有助于增强体质 属虎人个性有急躁的一面 今年受剑锋凶先的牵动 出门在外 一定要警防意外的发声 谨记与人为善 不要随意和人动手发生冲突 以免发生流血事件 要留心要留心受金属作伤 尽量远离刀具和尖锐物品 开车人士更要注意驾驶安全 以让他人一旦不慎发生交通意外 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安全 破财又损身 受到福尸星的牵动 今年还要加倍留意家中长者的健康状况 对于犯太岁之人 新年有穿红色衣服 红色内衣裤 红袜子或者细带红腰带的传统习俗 红色象征喜庆极力 能帮助扫除阴霾 振奋心情 有化煞望运之传统寓意 如果你喜欢我这部影片的话 请大家可以按个赞 以分享咯 然后再按一个小铃铛 以收到影片最新的通知咯 谢谢你们咯